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但是我们的好日子真的来了吗 赖清德在520就职演说 那么被解读是一个 毒性报表的一个就职演说 那么就因此呢 也惹得中共军演的 也就直接来登场了 所以在赖清德就任了第四天 中共共军就发起了围台军演 一连两天 那么在24号的时候军演结束 昨天国防部长顾立雄 也是同意解除国军应变中心的开设 回复到了常态的运作 但是这一整起事件 看下来美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说法 他说要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同时他也说 他一向乐意在需要使用武力的时候 保护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 所以这边是来表态 他的盟友到底有没有包含台湾 会不会也是出动了武力这个部分呢 那么这句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而美国国务院同时也是两度表达关切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会坚定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拜登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提到 一向乐意在需要使用武力时保护自己的国家 盟友以及核心利益 美国是否会出兵持援台湾 是拜登出任总统以来 外界最关注的外交议题之一 而今天则是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 至少第四次公开做出了类似的表态 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23号开展围台军演 联合力剑2024A的演习之后 不断释出各种对台武力文宣 东部战区官方微博 结合了两天来的相关演习画面 再加上3D动画发布了打毒六字诀 同时也表示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的势力干涉挑衅来进行严重的警告 今天东部战区发布打毒六字诀 和风雷电火两段震撼视频 打毒六字诀分别为 禁为锁机毁断 此次演习海空力量多方向 深度抵近台岛战巡演练 深度挤压对台军事防御空间 这一段90秒的影片 以繁体黄字 禁为锁机毁断这六个字 搭配上陆海空以及火箭之眼的画面 跟模拟动画等等的来制成 而标题打毒六字诀五个文字之中 只有毒一个字是绿色 其他都是红色的 影片也是以飞弹落在台湾的动画 作为结尾 并且出现了一首题为 力剑出鞘的七言绝句 暗批赖清德 随后东部战区在发布 风雷电火的影片 呈现出演习紧急机动片 搭配急如风 动如雷 飞如电 略如火的鲜红文字 不过这段影片的文字 则是使用简体字 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对台岛周围的海域 进行的联合力剑2024A的演习 媒体高度关注 这一次的演习距离台湾 只有一步之遥 对此大陆国防大学教授 孟祥钦就指出了三个特点 以暗制导 急火至优 广域部署 空火组织了联合精确火力打击的模拟演练 我们东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 还有长岛远香火进行了模拟联合打击演练 这个模拟联合打击演练有三个特点 一个就是以暗制导强力突击 以我长岛远香火对台独支撑体系 实施火力打击 发挥我以路至海 以暗制导的优势 第二个特点就是急火俱优多项核击 陆海空电多余发力 从多个方向对台独形象目标和要点要预 进行联合射打 第三个特点就是广域部式机动闪击 我海空兵力 远海近海一体部式 沿海内陆纵深部署 构筑起强大的火力网 可以说解放军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台独分子在哪里 火力套餐就送到哪里 台岛东部已不再是台独的所谓的庇护所 而这一次的演习是首度锁定东部延安来进行演习 甚至在解放军的3D动画之中 刻意标出了台北 高雄以及一花一袋 是轰炸的目标 为的就是要打击台独大本营 专家也分析 过去台湾认为解放军战力达不到台湾的东部 因此把东部地区当成是庇护所 但是经过这一回的演习 他也指出台岛的东部 已经不再是台独分子所谓的庇护所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到 那么这一整起演习之外呢 华府的战略专家怎么样来解读大陆方面的作为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林扬这位专家他特别提到 大陆并没有为2022年8月的环岛的演习来进行命名 但是在2023年4月的演习名称是联合利剑 同时这两天的演习的名为联合利剑2024A 所以2023年就已经发布了这个联合利剑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2024还有这个A的部分 甚至被大家解读是不是有A 后面还有B还有C吗 那么专家就解读 这代表北京已经建立一个新系列的演习 用意在惩罚台湾和美国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的国防部长顾力雄上任没几天 当然就是如坐针毡 尤其台海之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围台的军演 所以顾力雄也是紧急到了国防部的应变中心来坐镇 同时顾力雄他怎么说 他说随着敌情威胁的发展 配合灰色地带的袭扰 以实现其将台海内海化企图的行动可能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表达对陆方的这样做法的一个担忧 所以他说国军必须要不断累积应处的经验 以创新的思维成长战力 所以这个是国防部长顾力雄的看法 而至于淡大国际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马准威就认为 那么这一起整个军事施压 本身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中共还是比较可能会改采其他层面的施压 例如在中共策动之下 中共突然宣布禁止我邦交国瓜地马拉的咖啡 以及夏威夷的进口 所以由此看来军演的手段可能会暂时退却 但是对台湾施压的另一个战场 外交战恐怕才要开打 所以军事恫吓的层面之外 下一个是不是外交的手段 还有经济的手段 是不是也有可能大陆进一步的 那么对台湾来进行制裁呢 这都是在演习之后 后续大家得要继续关心的部分 但是因为这一整起赖兴德才刚上任没有几天 然后整个台海之间的局势 就搞得非常冲突升温 兵凶战危 所以现在呢 还有一些自称战机飞官的网友 他们居然在网络上面发文说 自称宁愿赔300万直接来退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些飞官快要累死了 快要累垮了 他说呢 敬爱的赖总统 这几天应对共军的军援 520就职冲场 整个队上忙得不可开交 然后过去几年空军被操到干 白天紧急升空 晚上通宵饱鸟战机 现在还多了个跨子业的训练 真的非常的辛苦 有这么多的任务 很多飞官都抱怨受不了了 总统只会喊话对岸 喊抗中保台 但是都没有想过基层的感受 那么赖总统 要不要来第一线看一看呢 我们每天被操到爆的生活 所以你看 他们现在因为共机频频的扰台 再加上围台军演 然后又有这些战机冲场 空军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网友怎么看 网友就说呢 我们的总统就只会作秀大内宣 倒戏的不累 但是累死演戏的 另外还有人说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民进党真的烂又无能 还有人说国军真的非常的惨 根本是抗中保台的牺牲品 那么空军司令部对于这个发文 也有进行回应 他说网络内容并非是事实 不排除是敌人认知作战的伎俩 呼吁民众应该要谨慎 引述网络的匿名讯息来源 以免有心人士散播假讯息 碎形攻击政府威信 破坏国军士气的目标 所以空军战术来说 这一整串叫做认知作战 但是我们从空军的声明并没有看到 这里头点明到的空军 他们里头执行勤募的内容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白天要升空 晚上要面对战机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的空军并没有进行回应 只是一概的概括性的说 这一切都叫做认知作战 但是这样的说法 民众会相信吗 同时我们又来看到 忠实的社论有特别点明 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危机和管理 我们来看到 忠实社论特别点明 在美中关系危险性日盛一日 两岸关系前所未见的脆弱 台湾陷入了社会对立 朝野恶斗 加上产业发展失衡 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年轻人低薪等等的困境之际 国家需要向南非曼德拉行 有沟通能力 能够化解分歧整合共识的领导人 而不是抱虎平和的莽夫 更不是扩大冲突 在火中取栗的赌徒 这也劝告希望赖总统 能够听得进去 确实赖总统真的需要 多跟朝野来沟通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赖清德一上台之后 父辈受敌 对内立法院闹哄哄 对外有这个围台军演 但是赖清德他有做到 跟朝野之间沟通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以及他的台独的思想 为什么会在他的就职文告之中 表露无影呢 所以前立委郭正亮就认为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美国是知情的 所以美国不会介入 搞不好美国还认为 这个棋盘是他要的 那么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了 你讲那六个字 目前只有到第二个字 为 近 为嘛 他事实上位置已经到了 可是锁这个动作还没出来 那更不要讲什么急毁断 急毁断 那大概就是要实弹 那实弹他就会做国际的公告 因为你的落点会在国际航道嘛 所以你就要公告 那经纬度也要出来 所以他这一次 只有做到近跟为 所以才说2024A 就表示后面有B啊C啊D啊 会不会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 展现的是他进的速度很快 所以就是不到一天之内 整个阵就布出来 如果要到锁了 那他可能就是会选一个 小范围的锁 因为如果全台湾范围的锁 那就严重了 他只是要警告你嘛 他并不是要作战嘛 所以如果有锁 他这次的行动表现出来的 那应该就是高雄港 那这个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啦 就是有人说是逃亡的锁 就是说有能源的锁 也有逃亡的锁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人会说 这个会不会对过往的船只做灵解 为什么会有这个话出来 因为葛莱宜他在CSIS做的冰推 就有这个项目 那如果赖清德接下来没有回应啦 因为他这个表态太明显 使得大家都没有下台阶啦 你已经讲到两国论啦 然后讲到感觉就是你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你都不承认嘛 从头到尾中国讲了九次 那蔡英文好歹还会讲对岸 北京当局 大陆 蔡英文好歹还会用这些字 赖清德是从头到尾都没有 都是中国 所以你那么 其之鲜明就是两国论 没有下台阶啊 我觉得赖清德也知道他出包了啦 所以为什么那个梁文杰啊 入委会副主委 从昨天开始就批评出来讲说 那个旅游我们可以考虑啦 大陆开的那个马祖跟福建省的旅游 是没有政治前提的啊 对 结果你反而把政治前提加上去 所以结论就是倒过来讲 如果你开放陆克你给我陆生 就是你承认我是独立国家 当然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他就是希望有这个效果嘛 那这个如果我们赖元凶都看出来了 大陆会看不出来吗 不是因为赖清德怕大家听不懂 都讲得很细 这个坦白讲大陆军演也派了一堆人 出来讲解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局面就是僵在这里 僵在这里 我跟你讲喔 1999年李登辉那个两国论 是谁化解的 就是美国嘛 美国第二天就下来了 因为美国不知道 那大陆当然不知道啊 那李登辉德国师生访问 突然讲出两国特殊国与国关系啦 美国不知道啊 所以美国就很生气 所以他第二天就来了 说你给我吞回去 那李登辉就吞回去了 所以坦白讲那个力量可以来自 美国嘛 可是我认为这次美国是知情的 所以美国不会立刻出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明天端水火上 味道险核的人 梦水火上 请领导 丶